马云又突然现身海南了 他还安全吗 对抗美国 华为这个动作又厉害了 立陶宛赚翻了 台湾又给了这个数 香港鸿门眼故事多 何君尧武剑 意在特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11日 欢迎收看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一直被外界怀疑受到控制的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1月10日腊巴结现身中国海南 参与当地乡村教师活动 这是他2022年首次在社交媒体露面 马云目前的露面给人一种被露面的感觉 折射出了中国政治的诡异 据新浪微博账号 民事财经Invest发布的消息 1月10日 马云出现在海南五指山市 唱好中心学校 消息称 马云对启薇老师说 我看了很多乡村教师的试迹 非常希望能做点事 尽管做的事情不够多 能力也有限 但我想坚持一回 1月10日也是中国传统节日 那八节 当天 马云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发文称 又到那八 我们约定的日子 从2015年启动乡村教师计划到现在 每年这天都是老师们相聚的日子 博文中还写道 老师们还发现 马老师也没有缺席 他在海南的一所乡村小学 接入了视频会议 博文中所说的马老师 一指马云 中共官方媒体并未正式报导 关于马云的上述消息 但关于马云的行踪 一直受到舆论关注 马云2020年10月 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 公开批评中共监管机构 随后遭到一年串的整肃 蚂蚁金服的上市计划被突然喊停 一贯高调露面的马云 也随之被媒体封杀 马云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还是在去年10月 南华早报当时在一篇报道中 刊登了三张拍摄日期为 10月25日的马云照片 并称马云是以个人身份展开欧洲之旅 造访荷兰多家研究机构 这时马云遭当局封杀一年来 首度出现在外国 但只是在媒体上闪电露面 此后再度消失 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消息报道 北京当局整肃马云及其企业 蚂蚁集团是由习近平亲自拍板 原因不只是担忧金融系统风险 或对马云批评金融监管感到愤怒 关键在于当局调查 蚂蚁股权结构后发现 蚂蚁集团的秘密投资者 涉及习近平的不少政敌 这些人包括前中共党魁 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的博裕资本 以及有江派上海帮支撑的 中共政治局前常委贾清凌的女婿 李博潭等 这些势力对习近平构成潜在的威胁 华为因为受到美国制裁 难以购买所需的很多芯片 因而正加紧投资于 竞相打造中国半导体供应链的企业 但能否真正自力更生解决芯片问题 外界则是怀疑态度 在2019年 美国政府开始对华为实施出口禁令前后 这家中国科技巨头推出了一支基金 目前华为正通过该基金投资于上述芯片企业 据资本市场研究机构PitchBook汇编的数据 这证明为哈勃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基金 自成立以来已投资了56家企业 据来自PitchBook的信息 这些投资近半数是在过去6个月进行的 其间 由于获得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关键芯片的能力受限 华为所承受的痛苦在增加 华为上个月表示 受美国的限制措施影响 公司2021年收入预料下降近三分之一 据来自PitchBook的数据以及公司记录 获哈勃注资的绝大多数公司 都是半导体供应链的参与者 当中有芯片制造和设计领域的新兴企业 也有生产半导体材料 设计软件和涉足芯片生产设备的公司 作为一家非上市公司 华为不对外披露这支基金的规模 也未雨回答关于该基金的提问 但根据追踪中国公司注册情况的数据库 添眼查的信息 华为已向一些公司投资了上千万美元 分析人士称 凭借哈勃 华为不仅可以培育当前和未来的潜在供应商 还能够在中国芯片行业蓬勃发展之际 获得潜在的财务回报 其他一些大型中国电子产品公司 也经营着类似的投资基金 包括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集团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以及PC巨头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这些基金给他们带来了类似的好处 技术研究机构OMEDIA的 中国半导体研究负责人何辉说 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非常长 华为投资一家芯片公司 就可以从这家芯片供应商那里获得优先供应 特别是在供应短缺的情况下 华为加快芯片投资步伐的背景是 目前正面临着美国限制措施带来的影响 压力越来越大 获取所有芯片的渠道 减少打击了华为的智能手机销售 遏制了其在5G通讯设备市场的份额 并阻碍了华为芯片设计子公司海思半导体的发展 华为高管表示 公司尽管遇到一些困难 但没有裁剪任何芯片工程师 华为员工正在设计下一代产品 尽管主要的半导体制造商 仍被阻止生产这些产品 华为公共事务负责人陈一芳 去年6月表示 员工们仍在工作 他称 华为有信心在两三年内克服这些困难 地陶宛挺台遭中共报复 因祸得福 不仅国际政治形象迅速提升 经济商也得到了台湾 1月11日加码10亿美元融资基金 提供台湾立陶宛合资企业 包括在半导体发展等六项领域 以及具备互补对接特质的产业合作 5日国家发展委员会宣布设立 2亿美元基金投资立陶宛产产业 协助立陶宛对抗中共压力 11日中华民国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席 龚明星与立陶宛经济创新部部长 亚莫内特就中东欧三国经贸投资考察团 赴立国考察后续追踪工作 举行双方部长级视频会谈 盼就两国经贸产业对接向前迈进 共同打造民主供应链 他说 为促进台湾与立陶宛永续合作 台湾将提供10亿美元融资基金 投资两国具有庞大合作潜力的产业与领域 双方已签署6项合作备忘录 领域涵盖半导体 生命科学 生物科技 雷射 卫星技术 晶体研究 金融 以及具备互补对接特质的产业合作 都是台湾所宣布设立的投融资基金可能促成对象 龚明星说 一旦项目具体 而且对台立双方关键产业发展及永续合作有利者 相关资金将继续投入 以加速双方经贸延结 打造金石长远利益的民主供应链 缔造让世界惊艳的台立成功合作故事 立陶宛经济创新部部长雅莫内特 感谢台湾始终坚持力挺立陶宛的决心 他说明 现在正进行派驻台湾人员征选及相关行政程序 预计将与本年春季正式在台设立代表处 进一步深化两国经贸投资与实质关系 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 洪文明的生日宴派对门事件仍在发酵 出席宴会的总人数已增至214人 其中有两人已确诊 104人需要进入检疫中心接受隔离 香港禁止派内暗称特首林郑月娥者 大力抨击出席宴会的民政局长徐英伟 反对林郑者则大骂隔离检疫无理 呼吁林郑下台 舆论认为香港派对门或将演变成特首站 由于出席鸿门宴的人事中已有两人确诊 先前已于8日晚获解除检疫令的11名高官 和20名立法会议员 随即被要求继续在家自我隔离 同样出席了这次验护的香港民政事务局长 徐英伟和入境处长屈嘉宏等 三名曾与确诊者密切接触的高官 及四名立法会议员 则被要求继续在检疫中心接受隔离 林郑月娥称 D类14有划定特定范围 要求至少三分之二的顾客 需已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 并需要使用安心书行软件 而出席生日派对的宾客分阶段进入 相信不符合相关要求 而且参与的总人数增至214人 也有超出餐厅容量之前 他表示涉事餐厅可能违规 有关部门将对涉事官员是否违规进行调查 随着红门烟的事件不断发酵 香港禁制派内部支持林郑和反对林郑的人 开始互相攻击 与中联办关系密切的禁制派活跃人士何君尧 则于9日晚在网上直播时 大骂林郑当局迟迟不让他离开检疫中心 如同非法激流 他还对实位局长陈兆时喊话 如果他醒悟就找两辆冲锋车来接我 何君尧还攻劫香港的防疫工作是沙滩上的城堡 陈兆时和特首林郑月娥均需负责 他声称地区人数限制为240人 这是林郑批准的 现在问责什么 特首要辞职 日前甚至有禁制派专案 难以《鸿门宴加深建制内部裂痕》为提发文 至《鸿门宴发生后》 建制派内部持不同立场者之间开始相互攻击 有舆论认为香港派对门事件可能会意外演变成一场特首战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